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美國眾議院通過了一個議案 就是彈劾總統特朗普 這是美國歷史上第三次通過的彈劾議案 但是通過了這個議案 就不代表特朗普立即下台 還有程序要做 但是大家看看那些藍絲在新聞下的留言 就真是笑死人 一群傢伙興高采烈 好像開心都來不及 以為特朗普就快下台了 好心就看看那些英語的媒體 不要只看華民那些 看到以為特朗普收皮了 特朗普被人彈劾 還有很多程序 那些藍絲傻傻傻 所以其實政治立場是什麼都不要緊 但是正如周星馳這樣說 就不要跟蠢人做朋友 哈哈哈哈 看東西又看不清楚 只是看標題 嘩 以為彈劾很厲害 彈劾不只是眾議院 還有參議院 首先來講 就要在參議院成立一個彈劾小組 預料的彈劾程序 就會在下年的一月才啟動 但是目前來講 兩黨就著這個聆訊的方式和規則 都還在爭議當中 都還未曾談得到 所以拖拖拖拖拖拖拖延了 更何況 零訊結束之後 參議院就要正式進行一個表決 需要三分之二多數的參議員 投票 贊成 罷免特朗普總統 他才能夠收皮 所以那些藍絲不需要開心得那麼快 字中空寶 我也不知道他們那麼開心那麼快 太快了 而且根據路透社在眾議院通過這個彈劾議案之後所做的一個民調顯示 其實少於一半的美國人認為特朗普應該被罷免 根據他的調查顯示 有五乘三的受訪者同意特朗普是濫權的 五乘一的受訪者同意特朗普就有妨礙國會調查 但只有四乘二的受訪者認為特朗普應該被罷免 所以藍絲看別人的外媒還有一個調查是由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即是CNN所做的 他們調查得出 美國的民眾對於特朗普的工作支持度 是由三乘九上升到四乘半 而支持彈劾罷免特朗普總統的比率由五乘二跌至四乘六 即是說這個彈劾的議案通過後 反而民望沒有隨著這個議案通過 而有所增加的 反而是幫助特朗普 大家看清楚那個事情 所以那些藍絲真是愚蠢蠢的 你看他的留言 不過我不知道那些是網軍還是假帳 但可能是真的也不定 即是那些智力水準也有那麼多 老殘有機 特朗普本人強烈批評民主黨人 是極端的左翼分子 在國會中散佈一些疾度、仇恨和憤怒 他亦發出多篇Twitter貼文 強調自己是沒有做錯 白宮也說了 批評眾議院通過彈劾的條款 是美國史上最可恥的事件之一 又說總統特朗普已經準備好下一步行動 有信心在參議院的審議裡 會還他一個清白 當然特朗普總統非常有信心 因為目前參議院是由共和黨所控制的 而且根據這幾個星期的民調趨勢顯示出 這個彈劾議案的密集攻勢 並沒有對特朗普造成大規模的損害 反而民望不跌反升 令民主黨人更加感到憂慮 到底這件事對中美貿易戰有什麼影響呢? 其實影響不大 因為目前所謂中美貿易協定第一輪 已經談好了 而且特朗普總統怎麼會被人談 想都想到 難道共和黨會出賣他嗎? 對於中美貿易戰最新的情況如何? 我真的完全不明白 為什麼這麼多主流媒體的評論員 就會覺得中美貿易協定 其實就是美國急於中國 中國其實一點都不緊張 反而美國就要照顧他們的農民 所以就要很急於簽署這個貿易協定 他們其實有沒有看到那些條款? 當你看到那些條款 完全是辣到爆炸 根本就近乎是霸王條款 這樣你都願意去簽署 到底是中國急還是美國急呢? 你看看事實就知道了 不是自己說完就是 到底中國承諾了什麼呢? 第一 就是在未來兩年增加二千億美元的進口額 這個就是首階段 之後那些都未知 好了 這二千億當中 就要每年購買四千億至五千億美元的美國農產品 這個購買的規模 其實就是在中美貿易戰爆發之前 採購額的兩倍 買兩倍的東西 那怎麼買呢? 現在就打算買美國的大豆和美國的豬肉 但也買不到五百億 就算他豁免了很多關稅 也是買不到五百億的 那怎麼辦呢? 他有兩個方法來做 第一就是進口美國的月唇 本來以前他也有這樣做 但是中間就是剪了 現在就重啟這個進口 重新去美國採購這些月唇 到底什麼是月唇呢? 其實月唇就是一些生物燃料 就是由粟米或者其他 吻含豐富碳水化合物的農作物 提煉而成 而美國農民所種植的粟米當中 有四成都是用來製作月唇的 這個月唇 他當作是一個農產品來進口 想加起來就足夠四百至五百億 但其實來講 他這樣買法都很傷 因為他不需要那麼多貨品 硬來去麥倫吞祖 不斷吃不斷吃 他到底真真正正會兌現這個承諾 還是虛情假意拖拖拖拖拖拖 其實他拖不了 因為有回彈機制 至少在這兩年裡 在首階段是硬吃硬噎 所以大家將來會見到很多便宜的 美國豬肉 接著第二件事 他打算怎麼搞呢 將本來在香港轉口去大陸的美國貨品 直接由大陸進口 不經理香港 那裏有大概幾多億的貨值 大概有每一年一百億美元左右 由於美國不會將那些 經香港轉運去大陸的貨品 計算為中美貿易額之一 所以這種方案將會增加到中美雙邊的貿易額 但只是一百億 其實也算是杯水奢身 因為大陸答應了兩年買二千億美元的貨品 他很大劑 同時來說 這種方法 也會對於香港經濟有一種攬炒的作用 大家想想知道 原本經香港轉口去大陸那些 他現在不經理了 香港的經濟收入一定會變少了 所以我們經常在節目上提到 實情經濟的攬炒 是否真的可以示威者做得成 一隻手掌真的拍不響 例如說這個將會有可能 造成一個經濟上的小型攬炒 這是中美貿易戰所帶來的影響 又不能賴示威者 又不能阻賴又賴 難道這個又賴那些人示威 就令你貿易額跌了 不可能 最後我們又說一下 關於黃色經濟圈 我看到有兩篇文章 都是值得和大家分享的 關於黃色經濟圈怎樣形成 怎樣構成 他們在連登上說 只要現在的黃店 承認自己是同路人 無論他是藍鑽黃 或一直都是金黃色 都要懲罰 為什麼呢? 平時說和勇不分 為什麼呢? 就是樂德牆的都會是同路人 你就不會跟那些同路人說 和理非不夠錢 就跟他們割席 就說他們不是同路人 他就說到 如果現在要成功建立一個黃色經濟圈 就只有一個辦法 就是不分成為黃店的先後 只要是黃店就懲罰 才能夠吸引到商家佬轉黃 他就叫網民想想 如果你是商家佬 現在是藍色店 但是你想轉黃 轉完之後 市民又不光顧 那你還轉不轉黃 他就說了一件事 這件事很具爭議性 他就說如果現在美心轉黃 他都會大大力懲罰 他們需要的就是黃色經濟圈 而不是黃色圍爐取暖圈 這個值得大家思考 到底是這件事對不對 最後還有一篇文章 他就說到黃色經濟圈 是不應該玩這個分級制度的 他就叫大家不要忘記 日本社運失敗的教訓 就是將門檻提升太高 而且付出高的人 就批鬥付出少的人 而分級制度正正就是 表達出這種觀念出來 他們就覺得 魏王就有得他 在心中就可以了 還有所有人都有不同的標準 真王還是魏王 留給食客決定 這個我又同意 第二篇是我絕對同意的 黃色經濟圈那些黃店 你又分級 又分高低等 那你是不是其實 將它又排在次序 變成阻礙了那些店舖轉黃 但至於第一篇 他講到美心轉黃都會懲罰 我就有點保留 起碼你美心就要和五熟清割蓆 以及就著他在聯合國的人權委員會 所說的廢話 來道歉 否則哪有誠意 真金白銀真是懲罰 不是開玩笑的 不同的藍絲 藍絲說我撐你 撐完之後拿著荷包走走 黃絲真是拿錢出來撐 所以搞清楚好些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